Covie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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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嗨 今天是 好 好 過了個隧道 今天是難得的休息時間 然後 想出去玩的同時拍點vlog 然后就 今天天气挺好的 感觉秋天是个很适合旅游的季节 然后疫情期间一直都是 待在家里面很少出 除了工作以外很少出门 准备去吉祥寺那边逛一逛 然后很好奇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我也是第一次去 等我见 刚才去里面转了一圈 发现咖啡厅还没有开门 所以决定现在先去吃点东西 然后这条小街 比想象中的人多 而且特别多那种就是 在门口开队的那种餐厅 所以期待一下今天的午餐 哈哈哈哈 现在到了饭店里面 看一下菜单 哇哦 全日文看不懂 刚才点了一份炸鸡咖喱 还有猪肉咖喱 一般一般的那种咖喱 上面的绿色的是 辣椒酱 然后这家店的咖喱 所以说是老板自己特制的 然后咖喱是用苹果一起做的 所以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就是有点辣的同时又不会很腻 所以 其实我已经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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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咖喱尾 我们下饭 所以我们不要来拆散一下 我们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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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店的咖喱 我们下饭 那年的咖喱 有点意思 我们下饭 我们下饭 这个地方特别像那个 特别像那个猫的报恩的这个场景 好可爱 上去看看 然后在店门口 有类似于这样的风铃的算是什么? 纪念品店? 等会 因为内部应该是不可以拍摄 所以我进去看一下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现在我回到酒店了 其实最后有去那个 猫咪咖啡馆 还有那个有买纪念品 但是纪念品内部不可以拍摄 然后而且那个包装的特别严实 所以通过照片给你们看吧 然后那个猫咖啡馆的话 里面因为人有点多 所以不太方便拍视频 也是通过照片给你们看吧 OK 今天也是快乐的一天